服務長 副政委 銳年的身上是有一些小毛病 也有一些貴族的壞習氣 可是他對於抗日救國一直是很堅定的 我們應該看到他的進步 給他一點改過自新的機會 不能挫傷他的愛國熱情啊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我的同志哥 如果是因為沒能當上團長 就灰心喪氣 怨天尤人 那這就說明他還沒了 还不是一名真正的爱国者 更不能成为一名 纯粹的共产主义战士 报告 小高吗 是 快进来 小高 吃饭了吗 报告 副政委 吃过了 我还说呢 要是没吃饭 就在这儿陪我吃个病号饭 子枫 这卫生队 没什么好的 就伙食还不错 待会儿你在这儿吃完了晚饭 再回去 副政委 我就先不吃了 我回去还得找瑞年好好谈谈 改天再来看您 那也好 瑞年那儿 你就多费费心 毕竟你们是老同学 老战友了 有些话从你嘴里说出来 他更能听得进去 是 我会尽力的 那副政委 高科长 你们聊 我先走了 小高 小高 别愣着了 快坐这儿 快 副政委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也没什么事 就是在床上躺得久了 憋闷得慌 想找人聊来 来 快坐 你要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回去了 宣传哥还有挺多事的 回头再来看你 小哥 小哥 你 副政委找你什么事啊 子枫 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 把我们的关系向大家公布啊 怎么好好的突然问这个 我觉得 副政委最近好像有点不对劲 什么意思 我觉得他对我 对我 你让我怎么说呀 你是说 副政委 对你有意思 立华 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这怎么能是敏感呢 这是直觉 女人的直觉是不会错的 真的 立华 等咱们一符合条件 我马上向组织上提出申请 咱们就结婚 我保证到时候 不会再有任何人烦你好吗 可那还有好几年呢 李有全本来就是分管我们宣传哥的 我总不能一直躲着不见他吧 子枫 你能不能跟你们上级申请一下 把我先调到你们团去 我现在一看见他我就犯嘀咕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可是你的调度 是要经过吕政治部的 我没有这个权利呀 甘子枫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到底打不打算娶我 娶 那既然这样 明天咱们就先去提交结婚申请 就算组织上不同意不批准 那起码也让大家知道 我是你甘子枫的未婚妻 名花有主了 你不投票 这还不是 你不能给你 Ja 的 你还可以言 你这个真适合 你真的让我投票 这个真适合 我看你 我看我 什么呀 光媒正大的事 干嘛弄得个做贼似的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影响 得注意影响 既不偷又不抢 怕什么影响 我和丽华 不像你和淑娟 你们那是历史遗留问题 权宗队上下都知道 可丽华刚从济南军分区调过来 会有人说闲话的 拉倒吧 你们俩在天津就是恋人了 比我和淑娟的历史还长呢 我和你不一样 我是党员干部 怎么 共产党就不是人啊 共产党就不谈恋爱结婚啊 笑话 结婚行啊 二五八团 差一点都不行 进 等等 二五八团 你刚回来还不知道 八路军啊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现役军人如果想要结婚 男女双方 必须要有一方达到二十五岁 还要有八年以上的党龄或者军领 职位必须要是正团级以上 这就是二五八团 有这规定吗 有 营长 这是我姐给你买的茶 说你熬夜的时候一定要喝一点 营长 咱啥时候开始打罐轴啊 等上级的命令 营长 没睡呢 来 包装哥 来来来 坐坐坐 郑股长好 好 坐 营长 郑股长 你们先聊 有事叫我 去吧 这两天记兴军 你吃得笑吗 不就甩一条胳膊吗 其他零件都好使着呢 没问题 在射击瞄准的时候 身体一定不能僵硬 一定要放松 如果过于僵硬 就会影响射击的稳定性 你 是放松 不是松懈 保持紧张状态 这种训练方法 绝对科学 是啊 这十几个兵 都是营长从全营精挑细选出来的 手八本 就这样 说要把他们培养成最顶尖的高手 做成一支神枪手小队 你知道吗 这刚回来的时候我也经过训练 别看我现在只剩一只手 照样可以打得稳 你多练练你也行 嗯 你多练练你也行 嗯 你多练练你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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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进 二英营长瑞年 前来报到 来来来 什么事儿 看看这个 灌州城里送来的情报 李海潮也来灌州了 是啊 听地下党同志说 李海潮是从上个月 从历城调房到灌州的 真是不是冤家不巨头啊 就这么巧啊 要这么说 我妹妹也到灌州了 这个我是真不太清楚 好几年没见她了 挺想她的 也不知道我这妹子过得怎么样了 我跟你说这事都怪我 当初要不是因为我 她绝不会跟那个李海潮搅和到一块去 这事儿啊 也不能全怨你 当初李海潮也算是爱国之心卫民 还参加过除奸团 谁知道啊 后来竟然投敌叛国 当了罕见 一提起这个王八蛋 我压根就痒痒 对了 她是怎么到关州的 据地下党的同志说 孙良化投敌之后 依旧是脚踩两只船 表面上孝敬日本人 可私底下 却和重庆方面没来隐去 她一贯就是个投机分子 这一点也不稀奇 不过她现在的运气 可就没从前那么好了 前段时间 军统一个高级特工被日军诱降 把孙良化私通重庆的事情 河盘拖出 小种以三知道了以后 大为震怒 当即决定要除掉孙良化 前不久她接到了命令 要去济南参加一个军事会议 结果日本人在半路上埋放了炸药 把她连人带车炸上了天 连了全尸都没给她留下 活该解气 我跟你说 这就是做罕奸的下场 孙良化死了以后啊 她的部队被日本鬼子拆分开来 分配到了山东各地 李海潮的部队 也是因此离开了历城 到了冠城 看来这次啊 我又得跟李海潮对上了 这回啊 是你这个大舅哥 恨你这个妹夫 看是谁吃掉谁了 呸 谁查大舅哥 我告诉你啊 我们家没这号亲戚 你还真别这么说 我倒是觉得 这层关系 咱们得好好利用一下 好好想一想 想点对策 说不定能做出点什么文章来 你不会是想策反李海潮吧 嗯 凭我对李海潮的了解啊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尤其 是她现在失去了孙良化这个靠山 自己 也难免受到日本人的猜戒 在这种情况下 她很有可能动摇 甚至产生悲观的情绪 还真是 说不定还真是个好机会 这么说 你也觉得我这个主意可行 但是子枫 有一点 咱们必须考虑清楚 李海潮这个人 意志薄弱 没有主见 甚至极其的虚弱 即便我们把这样的人策反过来 也不值得咱们信任和乙重了 说不定哪天她说翻脸就翻脸了 你说得有道理 不过咱们呀 还是要把她劝说 脱离日威阵营 然后再把灌州城同时占有 我们的目的也就算达到了 至于她以后 何取何从 那不是我们现阶段 应该考虑的问题 你说呢 说实话 李海潮是不是能弃暗投明 我根本没兴趣 以咱们团现在的实力 要吃掉伪军一个团 那是绰绰有余 我呢 就是担心我的妹妹 还有我那个没有见过面的外事 行 为了宛如 我亲自策反李海潮 不行啊 你不能亲自去 太危险了 我的意思是 你先写一封信 然后呢 我让地下党的同志 亲自交到李海潮面前 咱们先试探试探他的态度 然后再做打算 试探什么呀 那个李海潮生性多疑 只有我亲自去 才能打消他的故事 我呢 争取让他主动献出观照 你有把握吗 子凤 战争嘛 就像一场赌博 如果我们不去世 永远没有获胜的希望 好吧 那就照你说得这么办 不过 贯州城里戒备森严 你想要混进去 恐怕不太容易 要不我让地下党的同志 帮咱们想想办法 不用 我想过了 我呢 和淑娟两个人 假扮成从济南 到天津去休假的日本夫妇 途经灌州 进城住宿 这合理吧 我相信啊 李海潮那帮手下 一定会把我们俩 当作他们的日本主子 恭恭敬敬地迎进城去 你小子 不愧是想带着媳妇 去灌州城里逛大街吧 你小子怎么那么鸡贼呀 放屁 我这是为了更好的工作 知道吗 你想想 如果宛如在灌州 淑娟去了 那他们俩能更好的沟通 双管齐下 更能够帮助我完成任务啊 好 是个好主意 不过你小子别忘了啊 你别假公济私 跑到城里就掉进了温柔乡 和淑娟弄出点什么情况来 我说你能不能不以小人之心 夺我君子之父啊 要出事早出事了 我还等到现在啊 行了 你赶紧回去准备吧 不跟你废话 走了 慢走不错 这日本女人的和服啊 分很多种款式 年轻女子呢 和已婚的妇女 在样式上选择 都有很大的区别 并且啊 在不同的场合 她们也会选择 不同的和服款式 我们这次要选择的这款 叫做色流秀 一般啊 是日本女人外出做客 或者参加社交场合时 所选择的款式 所以 也可以叫它为 访问和服 你怎么对和服这么了解啊 老实交代 是不是在日本的时候 静跟那些女人混在一起 不然你怎么知道 她们怎么穿衣服啊 别打岔行不行 我跟你说正事呢 我现在要不把这些 日本的基本礼仪告诉你 回头还没等到贯州呢 你这就穿帮了 咱们怎么策法利害潮啊 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看把你认真的 心里有鬼 我说你这人怎么 是 我心里有鬼 导弹鬼 你说谁导弹鬼呢 说你呢 我这块人挠我痒痒了 快说 不然我还挠你 行行行 我说 我是导弹鬼 他未婚夫 你动啊 你动啊 使劲 使劲啊 报告 进来 营长 您请的裁缝来了 知道了 你 行了 别闹了 量衣服下了 快 每次都欺负我 你一直看我干吗 好看呗 色鬼 就知道你喜欢日本女人 我怎么喜欢日本女人了 我这叫做欣赏 去去去 甘子冯啊说得没错 你就是假公济私 我看呀 心里不定有什么坏主力的 那小子说话你都能信啊 我跟你说啊 你以后谁都别听 听你丈夫我的 知道吗 听谁的 丈夫我 不嫌丢人 要是被外边人听见了 我看你以后怎么做人 我怕谁啊 行了你 快点 教我怎么走 那个日本女人走路 行 你坐这儿 我给你演示一下啊 这日本女人走路啊 手要放在丹田的位置 双手交叉方 身体呢 要轮微地往前 走路的时候步伐一定要小 你好 这一分钟 能不能让我帮你 让你跳舞吗 行了 你 好的 请 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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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那你试试 我看看 来 来 从这儿走 快点 我看你会不会 对 这儿 身体膀前轻45度 走 讨厌 讨厌 地下老大人说 贯州城里只有 李海超的伪军部队 怎么会有鬼子呢 鬼子 那瑞宁 咱们怎么办 会不会被发现 先承住起 用我拿 一会儿啊 你只要保守微笑 见到谁都点头鞠躬就行了 停车 干什么呢 车里边什么人呢 回老总话 俺是歇脚拉客的 车上 车上是从济南来的 日本太军和他太太 你是说 车里面坐的是 日本太军和家隽 是 太军 他弟说 车里面坐的是 日本长官和家隽 太军 请出示您的针检 来 太军 你是什么的干活 太军 我得 治安队的干活 请出示您的针检 我得 看看 你说的 我 听不懂 快快地 让我们进城 太军 我的意思是 你得针检 我得 看一看 马上 长官 请出示一下针检 我们在进行类型检查 请你出示一下针检 请你出示一下针检 我的鸡尸剂 长官 请你检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摔坏 还好没摔坏 对 这可是我最珍贵的纪念笔 我不希望它有任何的损伤 这是天皇御赐的银尸剂吧 是的 我在陆时毕业的时候 庸人亲邦 代表天皇陛下 亲自颁发给我的 他比我的生命还要重要 长官 请允许我相亲之以最崇高的精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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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看一下 对不起 长官 打扰了 请你收好你的证件 好的 长官 我想再看一下你的殷尸剂 你不要误会 我的意思是想再瞻样瞻样 这样的机会实在太难得了 好吧 但是 一定不要误会 是 长官 你是陆氏四十九七的 是的 太巧了 我们中队长也是四十九七的 你们中队长 他叫什么名字 这 金藤民夫 是 金藤 找这么多人跟着我 怕我跑了 睿年君说笑了 我还不了解你 要跑的话你在东昌和阮庄早跑了 何必等到现在 明白就好 请办 金藤 野心不小啊 我看你得先找个染坊 把你的领章染成金色才对 你这是存心消化我 不敢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在你们日军中 没有一个中队长 敢以司令官自居的吧 我只是把未来 稍稍提前了一点 哦 这倒符合你的风格 但是我提醒你一句 梦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总是那么遥远 好 我说不过你这位满洲的王 请巴瑞贝勒 书娟福尽 这是我从日本带来的鱼汁茶 请 锐年军 你也太不够朋友了吧 在日本的时候 没听你说过 有这么一位俊俏可人的未婚妻 正常 我这个人妄性大 我还忘了警告你 我这位未来的福建 还会骑摩托车呢 这一点我们染庄之战已经领教了 什么叫巾帼不让须眉 不瞒您说 这位淑娟小姐差点要了我的命 现在下雨的时候 我的后脊梁骨还隐隐作痛呢 不过也好 谢谢书娟小姐对我的恩赐 让我可以永远铭集 那你就记着 上次是你运气好 下一次可没这么好的运气了 我想应该没有下一次 一定会有的 锐贝勒为什么这么自信 当然 等我们有一天 把你们这些小日本赶出中国 如果你还侥幸活着 看在咱们老同学的份上 我可以到战俘营 请你喝酒 喝顿大酒 没想到都已经沦为阶下囚的锐贝勒 还如此争强好胜 敏夫佩服 成了 好 我们不说这个 今天老同学聚会 我们不谈国家大事 只需就 什么 瑞年 好的 我知道了 麻烦你转告晋腾军 我马上就到 秦武兵 到 备车 是 海巢 海巢 宛容 这么晚了 你还要出去啊 哦 我 宛容 这件事情你早晚会知道 我看不如实话告诉你 你哥 尽管周城了 你说什么 那我哥 他现在在哪里啊 他现在在禁藤敏夫的司令部 那 那禁藤敏夫 岂不是也知道我哥进城了 那 那他有没有把我哥怎么样啊 还没有呢 禁藤敏夫把你哥奉为座上宾 正陪着你哥和你未来的嫂子 一块品茶呢 嫂子 淑娟姐 淑娟 哦 是不是你哥在天津救的那个女人 上次到我们家来 海巢 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 这一次 你一定要保证我哥跟我嫂子的安全 不能让日本人害了他们 我求你了 你答应我 乖乖乖 你听我说啊 你哥救过禁藤敏夫的命 禁藤敏夫他一定 会顾及这份旧情的 他一定不会加害你哥 可是 万一那个禁藤敏夫 他发脸不认人怎么办 不会的 不是还有我的吗 我怎么可能让日本人加害你哥呢 你就放心吧 好好在家陪着孩子等我回来好吗 海巢 跟你结婚这两年多 我从来都没有回过娘家 这一次 哥和嫂子如果在灌州城内出了什么事情 我 我 我也就不想活了 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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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着我 咱们的儿子还小 他不能没有娘亲啊 我知道 我知道 可是我哥他 宛如 我向你保证 你哥一定不会有事的 好吗 海巢 见到他们 帮我转告一声 我很想他们 让他们一定过来看我 来 乖 乖 乖啊 爸爸乖 乖啊 爸爸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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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不哭啊 来 我们三个老同学 今天能聚在一块 不醉不归 干一杯 奉陪到底 聂海丑 宛如和孩子怎么样了 都还好 如果你们两位不像这样 三番五次地来骚扰我们的话 我相信我们会过得更好 是吗 据我所知 这汉奸的日子不好过呀 别忘了孙良化是怎么死的 睿年君真是快言快语 佩服 那咱们名人不说暗语 我想知道二位这次冒险来到贯州 是不是就是为了策反李海丑 没错 我就是来策反李海潮的 李海潮 你要是还有一点良知的话 就把我今天所说的一字一句都记清楚 不要再干对不起祖宗 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 作为一个父亲 一个丈夫 应该让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感到骄傲 而不是耻辱 尊敬的瑞贝勒 不要再给你这位妹夫洗脑 我尊敬你的胆识 就像当年你离开日本的时候我说 你是一名真正的勇士 所以今天希望你能听我一句肺腹之言 我向这一点海朝军更有感受 瑞年 中日战争 迄今为止已经多年了 整个大半个中国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大东亚贡荣圈的奠定既成事实了 有句老话说的好 食食物者为俊杰 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做一个食食物者呢 说完了 食食物者 说了半天 你们俩不就是想让我当汉奸吗 话不要说得那么难听 海朝军是帮助我们日本帝国 拯救被西方列强欺压的中国人 怎么是汉奸呢 侵略当成了拯救 这种强盗逻辑 看来只有你们日本人想得出来 瑞年君 我不想再和你打嘴仗 看在咱们老同学一场的份上 我希望你能再听我一句 如果你能和我们京城合作 我保证你前途一片光明 而且你能延续你们家族的辉煌 是啊 瑞年 锦腾君全是肺腑之言 他是站在老同学老朋友的立场上 在为你考虑 瑞年 我作为你的妹夫 更是你的老同学 我再劝你一句 不要再顽固不化了 对了 有空的时候 你也到家里去坐一坐 这孩子都一岁多了 到现在都没见过他的亲舅舅 你也到家里去啊 你都留了 你还能学习 这海里的虚似 你只能学习 这桌子 你都没有进入 我看见到 行啦 你们俩要是说完了 也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咱们继续喝吧 别浪费了中国人民的 这些明脂明膏 吃 咱们吃 吃 这都是咱们自己的东西 别便宜了人家 吃 蕊年军 说实话我知道改变你是不可能的 可是你毕竟救过我的命 我不能恩将仇报 所以今天我不会亲手加害于你们 但也绝对不会让你们从这里逃走 这一点 我从未知忘过 好 那就委屈二位 在我这里盘缓几天 等我们老校长回来之后 由他发落 不过我要告诉你 咱们的老校长 可不一定有我这么好的耐心 西厅尊辩 这儿 为了咱们抗日成功 咱俩干了 李海超 帮我给宛如带句话 就说他在天津的好朋友 一切安好 我也送你一句 多行不义 必自毙 李海超 我也最后奉劝你一句 气暗投明 什么时候都不晚 但是如果你还继续像现在这样 让自己的双手 沾满同胞的鲜血的话 回头你想洗干净 都洗不干净了 宝宝乖 睡觉觉 乖 你做的好事 海超 怎么了 我问你 你当初为什么要对我隐瞒书娟的身份 我 海超 你听我解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我告诉你 你知不知道 今天你哥哥瑞年和你嫂子书娟 居然当着近藤敏夫的面 想要策反我 要不是我应对得到 说不定我现在已经和他们一起被日本人关键大牢了 你说什么 你说我哥和书娟姐 他们被近藤敏夫关进去了 你以为呢 这是灌州城 近藤敏夫能让两个当土拔路的说客 大摇大摆地记着灌州城吗 海超 海超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哥和书娟姐 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日本人给弄死呀 他可是我的亲哥哥呀 海超 事到如今 谁也救不了他们 他们是自己作词 海超 海超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求你看在我们负妻情分上 要不 要不你让我再去见我哥哥最后一面好不好 我求求你 你求求你 我求求你 不过有你陪着我 感觉好多了 月年 你怕吗 怕 但是有你在 我也好多了 月年 你说 咱们这一次的坎 是不是过不去了 数学儿 我突然想起一个事 你想不想你 你还记得 我阿玛当年让我娶你 我不同意 你知道我跟我阿玛都吵出什么样了吗 我阿玛说 伊尔根觉罗家的小姐 那是天底下最漂亮 最能传宗接代的姑娘 你小子要不娶她 你后悔去吧 我说你这是保本婚姻啊 我绝对不后悔 你猜怎么着 我阿玛气得拍案而起啊 那小辫子气得 一下子就竖起来了 你 你小兔崽子 我说你什么你啊 我就是不同意 哎呀 我这一不同意啊 我就挨了家法了 你知道我们家那家法 那鞭子有多粗吗 这么老粗啊 啪啪啪 就冲我那屁股上了 整整冲了十下 你你你见过那个酱鞋子没有 那啥 那软糊劲 我当时那屁股就那样 把我给疼的 不过话说回来啊 我认识你之后 我就特别后悔 你说我当年怎么 就没看你的照片呢 哎 我娘把你的照片 都放在我眼前了 我只要那么一瞟眼 我就能看见 我愣是没瞟眼 你说我傻不傻 我当年要是看了你的照片 咱俩这事早就定了 说不定现在啊 已经有八个大胖小子 八个大胖闺女满地跑了 怎么哭了 别哭 别哭 别哭了 别哭了 任念 怎么了 我特别 想当你的福气 你也忘了 你可知不难而行 从云跌头 不停 哎 书菌 这有什么难的 我现在 就让你做我的福气 好不好 不行啊 不行啊 你等了 你看 这像不像我的新郎官吗 像不像 来 起来 你 看见月亮没有 今天我们就以月为鉴 我多罗瑞年 要娶一耳根绝罗书绢 为我的福尽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天地 那时空cs好 交又长 尴抱过难 仙中长 岚无天雪菌浑绕 洒场 岚无天雪菌浑绕 洒场 车 宛如 哥 快开门 开门 快开 嗯 哥 宛如 哥 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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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淑娟姐 哥 你们就不赶紧城来 梅子 为了关注老百姓 为了你 为了我的外甥 哥就是赴汤刀货 也必须来这儿 宛如 宛如 哥 快开门 开门 快开 哥 宛如 哥 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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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淑娟姐 哥 你们就不赶紧城来 梅子 为了关注老百姓 为了你 为了我的外甥 哥就是赴汤刀货 也必须来这儿 宛如 你跟孩子都好吗 你跟孩子都好吗 好 我们娘俩都好 我现在 就希望你们赶紧出来 这样 我也能看着你们成亲 宛如 嫂子 哥 我对不起你们 都怪我 千错万错 都怪我不该爱上 这个忘恩负义 没有担当契捷的男人 哥 我好后悔 我真的好后悔啊 哥 你帮我告诉额娘 我对不起她 我 我真的没有脸见你 我也没有脸再去见额娘 对不起 宛如 你胡说什么 你给我闭嘴 梅子 哥知道 哥知道你心里哭 别难受 不是你的错 都是哥的错 哥大年 就不应该把这个狼心狗肥的 带到家里来 行了 你不想和我管不着 可你能不能不要来害我 不要来害你自己的亲妹 李海桥 难道 你就为了狗血偷生 你连亲亲跟有妻都不顾了吗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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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愿意返赵 你为了我跟孩子 你放了我哥和嫂子好不好 海超 宛如 宛如 你和孩子就是我的一切 就是我的命 我如果现在放了他们 那小柔你三和鸡腾鸡腾鸡腾他们能放过我吗 宛如 别说他 这个王八蛋不会听你的 你不愿意返赵 听客的 为了孩子 赶紧回家 快呀 啊 宛如 回家 你放心 我现在做的一切 我都是为了让我的孩子 不跟我一样蒙受羞辱 宛如 李海超 看门放了我跟我嫂子 宛如 你别犯傻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 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 人家只要动一个小指头 就可以碾死我们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你放了还是不放 好好好 你就当不是为了我 就当是为了我们的儿子 为了儿子我也不能放 宛如 赶紧回去 听见没有 你开门 你敢 敢 你怎么回事 蕊年 你非要逼得我家破人王吗 不是 三 占公把 拦下 空 占公 、 、 天 有 三 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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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傻呀 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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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 帮我照顾我的孩子 宛如 告诉何明 我 我 我想他 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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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门给我过来 宛如 你这个王八蛋 我现在就栽了你 瑞宁 瑞宁 别让宛如的孩子成为孤儿 瑞宁 走 太后 让开 往后退 我 走 走 让开 快退 都让开 请接立成 什么事 小众阁下 我是金藤敏夫 金藤君啊 瑞宁和他的未婚妻 假扮成我军军官和家属 企图混进城来 策反李海潮 被我当场抓获 现在正关押在监狱 等候师团长的发落 好 干得好 金藤君 我 职合你 另外 你的那个老同学的态度 怎么样啊 学生惭愧 我和李海潮小之以礼 动之以轻 也没能说动他 也不必大费周折 再把他押到历城去了 谁要是我们敌国的敌人 即使他以前是我的学生 那结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彻底地从肉体上消灭他们 校长阁下 军队君 为了帝国的利益 为了天皇陛下 我们必须抛弃一切的个人恩怨 哪怕站在你面前的是你最亲密的朋友 或者 是你的骨肉之情 只要他是帝国的敌人 我们就必须要 毫不留情地消灭他 是 谨遵孝长教诲 来人 教官 去监狱 是 怎么回事 报告教官 那两个白鲁把利团长接走的 跑掉了 什么 八嘎 你留下 其他人给我追 是 八嘎 我下来 你给我下来 八嘎 下来 八嘎 八嘎 把八嘎还我 把八嘎还我 别瞅 我他们要不是因为 怕我外甥成为孤儿 我他们现在就杀了你 白鲁死了 我胡说还有什么意思 你杀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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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警告你 你要是再跟着鬼子为虎作杀 我早晚亲手杀了你 滚 天爹 干什么 你看 滚 我 这 是 他 栄 那 是 追瑞年啊 快 快追他 金将军 快 瑞年跑了 他真跑了 再不追就追不上了 瑞年军 看来我们只能在战场上相见了 营长 你别 你让开 营长 你已经喝了一下午了 别喝了 我让你滚 滚啊 滚 滚 姐 你快好好劝劝营长 我怎么劝都不管用 他就一直喝酒 行 那先去看看 追瑞年 你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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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手 你给我 你别喝了 我妹妹她死了 我唯一的妹妹 她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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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年 瑞年 太多了 你回来 快 你回来 回来呀 回来呀 瑞年 老爺 哥哥 你太厉害了 看你这汗 他老人家呀 我给你擦擦 可是当年皇上钦封的 满洲第一巴桶 你比咱妈妈还好呢 会说话 你看 我就说这玩意不能刮吧 你是不是受伤了 你以后可不能再刮了 哥哥 快让我看看你的手 你骗我 你还骗我 你罪坏了 你跑去的 你不肯 你不是 刚刚做的 你不肯 你 Origini 你不肯 你无法 你此跪下 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想起宛如 还是在贝勒府的样子 整天跟在我们的屁股后 什么事都要戴上他 有时候被你欺负了 还会跑到我和锦贤这儿来告状 多好笑为了 没想到去认 子枫 我赶紧你 下令拿下关州城 我要杀了锦头密封 杀了李海州 陪我妹妹报仇 你放心 宛如的仇 我们一定要报 今天晚上 我就去向纵队首长请站 宛如 不仅是你的妹妹 也是我们大家伙的妹妹 你应该为她感到自豪 傅政委 谢谢 我替宛如谢谢你 赶紫锋同志 傅政委 宛如的死 你是负有责任的 如果不是你擅自让瑞年和淑娟进城 宛如就不会死 而且就是因为你的冒进 差点让我们失去两位革命同志的生命 傅政委 这件事情 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请求组织上 给我最严厉的处罚 傅政委 策反李海潮是我的主意 你要处分 就处分我吧 你这个同志什么都好 就是缺少点原则性 甘子锋是第六团最高军政首长 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可是傅政委 睿年 来 远年 是不是傅政委说了你 让你心里不高兴了 没有 我是 在想他说的那句话 说什么了 说 我们两个革命同志 这怎么了 我还是第一次 被别人称为革命同志 其实 月年 大家早就把你当成革命同志了 舌云民 目前抗日形势的发展 八路军总部决定 大风山根据地为基础 创立包括济东和鲁溪辈在内的鲁记军区 司令员有程莫林大人 境先纵队 从即日起改为八路军 一二九师新编第八 第九 第十旅 我担任新编第十旅旅长 那我们团呢 你们团和武团一起编入新十旅 原剑旨不变 你继续担任政委监团长 是 旅长同志 你少够来那些虚头八脑的 这次袭巾呢 是我们军区城以来 最大的一次行动 你们作为先头部队 一定要打下这个局面 把灌州这个钉子早日拔掉 为我们记录军区的发展和壮大 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请司令员和旅长放心 我们第六团保证完成任务 坚决拔掉灌州这个钉子 让抗日旗帜早日飘洋在 冀东和陆西北地区 好 那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好 金藤军 我坦率地讲 我对你很失望 嗨 金藤敏夫辜负了校长的厚望 不 你辜负的不仅仅是你昔日的校长 更有负于本帝国和天皇陛下对你的众人 调往灌州以来 你们有有效地阻止巴勒队的袭进 眼看他们不断地作大 现在再搞出什么集鲁军区 这实力已经扩大到了陆东 陆西北的广大农村 再这样下去 你的房区很快就会剩下这孤零零的几个县城 难道你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吗 阁下请激怒 我已经和李海潮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对敌作战计划 但愿如此 希望你这次不要让我失望 宝宝 宝宝 宝宝快点睡啊 宝宝 睡觉觉 宝宝快睡啊 海朝君 宝宝宝快睡觉 宝宝快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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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快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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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现在哪像个军人呢 宛如不在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要不是为了孩子 我早就给我自己一枪了 就算你是个情种 你也对你自己下不了手 我比你了解你 好了 宛如格格的仇是一定要报的 可像你这样再颓废下去 你永远不可能找瑞年报仇 报仇 我不颓废又能怎么样 那你还不是一样 归宿在贯州城里 不敢出去跟八路军 真刀真枪的干 行了 你不用在这儿 跟我虚张声势了 你要真有能耐 你现在把你的队伍拉出去 杀八路军一个片甲不留 我告诉你 你要真这么做了 我李海潮豁出这条命去 我也会跟着你干 否则不要跟我说什么报仇的屁话 这是你说的 对 是我说的 我告诉你 我今天来找你 就是为了让你对付八路军新十旅第六团 你真的要对瑞年动手了 目前 瑞年的第六团 在以贯州为中心的 济东和鲁西北四个县城流窜 想要一举歼灭它 还得有个万全之策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我知道 你早就逞出再凶了 知我者海潮郡也 想要铲除瑞年 还得得到你的帮助 我 没错 就是你 你不会是想让我用治安军 帮你把八路军给引出来吧 你放心 我不会让八路军的主力矛头指向你的 那你想让我干什么 我希望你给瑞年写封信 给瑞年写信 前段时间 他到贯州来策罚你 我们就将计就计 你的意思是让我诈祥 然后又骗第六团进入贯州城 将他们变成瓮中之逼一举歼灭是吗 瑞年没有那么傻 八路军也不可能往我们口袋里钻 那你的意思是 让瑞年觉得你真的在诈祥 什么 让他觉得我就是在诈祥 那你这么做的意义又何在呢 很简单 瑞年心里很清楚 你把宛如格格的死记在他的头上 所以你这封信写得再情真义气 他也不会相信 我们只需要用这封信去麻痹他 让他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你的身上 你的意思是让我去当诱饵 你只需要在信中告诉他们你收响的时间和地点 八路军一定会派重兵打你伏击 然后我就会从背后包围他们 和你来个里应外合打他个措手不及 到时候 你的杀妻之仇也就报了 好 好 我知道 你就是在拿我当炮灰 但是只要能给宛如报仇 这个炮灰我当 李海潮要投诚啊 清线吧 你再看这段啊 宛如的死让我彻底明白了 再继续像现在这样为虎作娼 跟日本人走 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我不能让一天天长大的儿子 永远背负着汉奸的黑锅 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你说说这王八蛋 还有脸提宛如何我那麦伤 别说啊 李海潮这信 写得还真有点情真意切的意思 不过 你这俩陆氏同学 真把你这个陆氏优等生当傻子 他会以为你就看不出来 他这是在诈降 我跟你说 你可别小看了那个金藤敏夫 这里边的事绝对没那么简单 你是说金藤敏夫能够猜出来 你会知道是在诈降 我敢百分之二百地肯定 那敌人还有阴谋啊 没错 那咱们就给他来个置之不理 以不变应万变 看他们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这绝对不行 子枫 咱们这么做 会受人口识 你想想 如果我们这次对李海潮的投诚 不予理睬 那么在伪军 和汉奸中的那些动摇分子 就会误以为我们八路军 不接受他们的投诚 那这样的话 他们就会继续为鬼子卖命 与咱们为敌啊 对不对 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 要我说啊 既然金藤敏夫 想给咱们唱这出苦肉计 那咱们就将戒就计呗 咱们也给他做一场春秋大梦 和威晨之手 那样子 就看见那宗帅 了 你不算是到月子卖 把这些不得远 都要承受到月子 这里三面环山 一面环水 如果鬼子在山上设有伏兵 等我们的部队进入谷口 立即切断我们的后路 那这样一来 我军将会陷入绝境 连突击的机会都没有 这样的话 我们很难对付 要不按照团长的意思 咱们撤吧 撤啊 送上门买卖没有不做的道理 你会追上这枪 不然不接下来 放心吧 禁滕敏夫我最了解 他绝对不会在山顶上 设有伏兵 不在山顶设伏 三面环山 打伏击是最好的选择 其实很简单 禁滕敏夫 料定我会识破李海潮的炸祥 进而呢 在这山上设有伏兵 他八成二 是想给我来个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等我们负责伏击的部队 一旦进入预定地点 他就从背后向我们发起警告 与此同时 李海潮炸枪的部队 也会调转枪口 向我们发难 一举吃掉我们六团 营长 小鬼子这招实在太狠了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父辈受敌 根本没法对付 可是禁滕敏夫忽略了一点 哪点 黄雀背后还有猎着 你这么说我就糊涂了 旅长 我和团长和参谱长 已经商量过了 我想把一营和二营的两个连 埋伏在山谷周围的山上 一方面 伏击乍降的离海潮 另一方面 死死拖住进藤敏夫的日伟军主力 三营呢 则趁灌州城空虚 彻底拔下这颗钉子 这个设想很大呀 不过这样一来 埋伏在山上的部队 就可能腹背受敌了 仅凭一个营两个连的兵力 有把握吗 旅长 咱们此战的目的 并不是要全肩进藤所部 而是要借机 拿下灌州城 因此 只要我们伏击的部队 可以拖住敌人 阻止进藤敏夫回原 那咱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瑞年哪 你的胃口还不够大呀 我是旅长 您可够贪心的 您的意思是 想借这个机会 彻底全肩灌州城日北军主力 对 我马上命令舞团 星夜兼程 想灌州运动 配合你们行动 你们就放开手脚 全力一搏吧 谢谢旅长 旅长 还真第一次发现 您这么打发的 你这家伙 平时我很口门吗 好像是啊 旅长 咱们言归正传 这次呢 有了舞团的支持 我们就可以在 攻打灌州的同时 再给进藤敏夫 来一个围点打员 只要灌州城一告急 进藤敏夫势必回原 咱们就在半路上 给他打一个伏击 彻底歼灭禁灯所 好啊 这个车轮战 可够你那个老同学 喝一壶的了 不过 你只带一个连去受想 这是不是太冒险了 旅长多虑了不是 这俗话说呀 兵怂怂一个 将怂怂一窝 就离海潮那祸 根本带不出什么 会打仗的兵来 你可不能掉以轻心的 哎呦 放心吧 我呀 不会拿自己小命开玩笑的 我跟您说 我可是三代单纯 我还指望着和书娟 多生几个孩子 回头传统接代呢 说着说着 他就没正形了 那 咱们就分头行动吧 能不能拔掉灌州这颗钉子 就看你们的了 请旅长和军区首长放心 第六团 保证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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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注意啊 注意安全 队阳好 回头告诉弟兄妹 一定要注意山顶两边掩体的宽度 务必要方便协同作战 是 大队长 保证完成任务 跟你小子说多少回了 别叫大队长 这里没什么大队长 叫习惯了 再说了 不管你到哪儿 你永远是我心目中的大队长 你小子别拿话舔我 回头别让小日本 包了我饺子就行 你放心 能包了你饺子的鬼子 现在还在他娘胎里打滚呢 干活 好 继续干啊 兄弟们 都加把劲 coś 写什么呢 我看看 昨天忙了一宿 今天倒是不 телеф 心里有点事 睡不着 怎么了 怕这一次打仗打不好啊 说什么呢 我瑞贝勒 什么时候被打仗发过仇 那你为什么睡不着 我呀 是担心宛如的孩子 旅长不是说了吗 只要一攻进城 第一时间找到孩子 这个你就放心吧 我不是怕找不到孩子 我是觉得呀 就算摊上李海潮那么个混蛋爹 可孩子是无辜的呀 你想想 他才一岁多就要成为孤儿 我一想到这事 心里跟刀扎似的 我知道他是你的亲外甥 是宛如的亲生骨肉 你放心吧 孩子一找到 我会把他当成自己亲生孩子一样 只要有我这个舅妈在 谁也别想欺负他 金 cascade 鸯儿 谢谢你 我替婉如谢谢你 跟我还说什么信啊 你到底写什么呢我看看 给我 有什么可藏的 入档申请书 讨不讨认 aka 没经过我同意就看过东西 不是 这个没什么可保密的呀 我知道了 你是想背着我一个人要求进步 然后把我这个落后分子给甩了 是不是 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进步 你别想拖我后腿 再者说了 等我入了党 你还这么吊儿郎当的 你小心 小心哪天我不要你了 哟哟哟哟哟 听听听 您这还没入党呢 就惦记着把我给蹬了 您要真入了党 我瑞年贝勒还有活路吗 你别跟我弄坏了 瞧我把你给稀罕的 睡觉 瑞年 我说 说 报告准对家 八路军确实在身体上深埋伏 果然不出我所料 同志部队 离海潮一旦开火 立即攻阵八路军山头 去 尊敬的瑞贝勒 这回你可奇输一招呢 哼 尊敬的瑞贝勒 子枫 怎么样 准备好了吗 日本人已经过来了 果然 瑞年训练了一些神枪手 已经在三命的山上 全都安排好了 等着离海潮他们一到 挨个给他们点名 太好了 我们让锦腾知道知道 除了瑞年 我们还有个神枪手 团长 团长 敌人来的 准备战斗 来 来 这离海潮 真是闹着玩儿呢 这既然是诈相 也得弄得像那么回事 他这么点儿人过来 真是把我们当傻子了 同志们 准备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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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是真心诚意来投诚的 希望从今以后你我携手 一起抗日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好啊 那我这是求知不得了 好吧 那寿翔一试开始吧 但是 为什么不见你们的上级领导和寿翔部队啊 别着急啊 等你把埋伏在山后边的鬼子和伪军都给我撤下去 我一定会给你个满意的交代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说呢 伯爵大人 看来浸腾敏夫还是低估你了 低估了你的教皇 你错了 你们是低估了自己的愚蠢 瑞典 我告诉你 就凭你一个团的土马路 想对抗我跟浸腾军的两亲人马 你根本没有胜算 我也奉劝你 还是狡献投降吧 或许 我看在宛如的面上 可以饶你一命 你给我闭嘴 别低估我妹妹的名字 你太狂妄了 要是没有你的话 宛如不会死 我也不可能家破人亡 我现在就替宛如报仇 打 瑞典 你别跑 去吧 匠 炸 尸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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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下山区 消灭八路军 驾 驾 驾 李亚招 还记得我以前跟你说的话吗 你要是敢伤害我妹妹 我一枪崩了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